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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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我是YT 今集跟大家開箱的就是 SpyFamily 食玩這個餅卡 這個 SpyFamily這部動畫 出這個餅卡 食玩周邊 說真的,我都很久沒有跟大家開 食玩,尤其是餅卡 對上一次,我沒有記錯 我之前開箱 不是鬼滅,就是這個 LIDAR 今集終於有些新東西 有SpyFamily 但說真的,每次拍新SpyFamily 沒理由不開餅卡食玩 所以今集跟大家 抽一下這個餅卡 跟二話一樣 一盒都是20包 每一包裏有一塊威化餅 然後有一張卡 今集的威化餅 朱古力威化 不過呢,跟之前的拉打那些 有些不同 它是全朱古力威化 這隻我個人覺得是好吃的 是很棒的 今集的全收入27種 有四款是金糖版的卡 那四款都是合影版 例如他們三個 再加上這一張 都是金糖版 我希望今集的 這盒可以開出四張 其他那些 都是有ANIA 有ANIA就要了 今集收錄的 很多ANIA 所以也是 ANIA 和ANIA 又是發瘋的 好了,不說太多 無謂的東西 立即開箱 看看今集的結果 先開箱 好了,跟大家開了這盒 這次呢 它是兩個封面的 先摸一摸 對,兩個封面 都是很漂亮的封面 首先,兩個都是ANIA 我覺得官方真的很適合封面 都是找ANIA做封面 而且兩個是超級可愛的封面 很離譜 這兩個封面的底色配色 看見是藍綠色和粉紅色的分別 一個很大的色差比 這個很棒的封面 我自己覺得 好,那現在呢 我這裡有20包 那我就隨機抽了 都不... 不... 不分特別 好,那首先 中間隨便拿一包 看看還有什麼 好 喂 讓大家看看 麥包餅 就是這些朱古力威化 很深色的朱古力威化 其實這些都是朱古力威化 叫做好吃的环尼納露 好 首先 第一張中的就是這個 黃昏和ANIA 這就是一些場景 動畫裡面的場景 嘩 後面背部呢 很棒 其實我這樣看好像是一份報紙 哈哈 也有介紹到這個MISSION ONE 一個裡面雜數的場景 嘩,感覺很棒 好,第二包 好,我開始抽前面了 二包看看中什麼 嘩 OK 家族的圖片 三個都齊了 後面就是這樣的 嘩,這張好漂亮啊 好,然後繼續 第三包 好,看看中什麼 嘩 嘩 有這些力 我這樣撕開 那些餅都碎了 好,第三包 都是這些 都是這些 團卡來的 後面就是這樣的 下一包 好,看看中什麼 嘩 開始中一些人物 好了 這個設計很可愛 我看官圖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設計 是好像人家 啤牌裡面 職雷傭的擺法 那些設計擺位 超漂亮超正 如果出附啤牌 我想這個設計 就走不了 後面就是那個角色介紹 好,然後繼續 好,看看中什麼 我拿著這個 嘩 這個是若兒的弟弟 另一個人物卡 這個又是好漂亮 不過這個就沒有像這個 做到好像職雷傭的設計 那種設計 後面也是有人物卡 繼續 我現在只抽死一邊 那... 不然 抽死一邊 那些東西 好 然後呢 這集又是雜數卡 即是一些動畫場景的卡 好漂亮 好可愛啊 在腦海裡面呢 出現了一些台詞 這個呢 就是MISSION6 第六集的一些場景 好 然後... 看看中什麼 喔 Aria養的那隻狗 都有這些人物卡 又是好可愛 好可愛啊 其實我很喜歡Aria抱著那隻狗 很過癮 然後繼續 喂 終於都中Aria這個人物了 哇 是金字的卡 對啦 中了其中一張target 這張又是呢 這張其實呢 如果你說四張裡面 我必定要中的其中一張 這張又是太可愛 太過漂亮 離譜 後面這樣 封面來的 其中一張封面來的 好啦 不是中了其中一個carget 繼續 好 看看還有沒有 好 Aria的其中一個同學 在這部動畫裡面 在學校裡面 經常跟他敵對的那個 這個 這個角色很搞笑 就是他喜歡Aria 好搞笑的 Aria就會面紅 繼續 這張又是另一張 哎呦 有些好可愛的Aria的卡圖 哇 這個會不會太可愛呢 這個又是 真是說真的 喜歡Aria的 真的走不掉 看到這些卡圖 看到這些圖樣 好 然後又多一張這些雜負貴卡 場景卡 這樣的 其實我覺得這場景卡很漂亮 就是 他特意外面有這些框框 框著裡面的場景 令到卡的感覺 那個排版 是高級了 高級了 後面背部就是這樣 哇 又是令我想起動畫場景 好 好 然後 哎呀 咦 繼續多一些動畫場景 咦 第一集來的 這個另一個 其實就是說 這些動畫場景 有機會 同一集裡面 出現兩個場景出來 好 繼續 咦 人物介紹卡 Aria 這個就是 跟剛才黃昏的設計一樣 又是超級可愛 還有 是有個 反轉的對比 其實看到 無論是黃昏也好 還是Aria 轉頭 再抽一張若兒 剛剛沒有三張齊了 你會看到 兩個不同的服飾 做個對比 後面就是這樣 Aria這個 好可愛 好 然後繼續 咦 另一張 這個 是不是 應該沒有重複的 對 暫時還沒有重複 這一個 穿了 穿了全部制服 制服版的角色 後面就是這樣 好 另一個 咦 又是場景卡 這個 MISSION第八 前面是這樣的 他弟弟拿著一束花 後面就是這樣 大家看看 我覺得這張卡的焦點就是這裡 這個 Aria這個樣子 對 這是一個重點 好 然後我現在剝下剝下剝下 最後剝下剝下 看看還要重複的 好 這個Aria的同班同學 又是人物卡 好 繼續 終於都出了若兒 這次 真的中了三張 若兒也是 三張都在齊 人物卡 三大主角都出了 然後 繼續 好 場景卡 這是第六集的場景卡 嘩 這張簡直不得了 這個經典的笑容 就是 如果你說整盒裡面 沒有這個經典的笑容 我覺得這一盒是不合格的 好 最後兩包 目前為止 開一盒 我只出了一張金邊 即是金字金邊 暫時出了一張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中一張 嘩 又是玩對稱的圖 這張又是 很神身 這個球圖 正 好 最後一包 這包 如果我以往 開這個經驗 應該都是金邊 或金字卡 沒看錯 另一張封面 嘩 嘩 另一張封面圖 對 跟以往的玩法一樣 其實以往的 餅卡 都是一盒裡面 如果那些特別Raii卡 就會有兩張 一盒裡面收錄 現在我已經中了兩張 又是好美好可愛 不過我沒想過兩張都是封面 嘩 瘋了 好了 開完整盒 終於有結果 一盒 20包 結果就這樣 在我手上 先看 這裡 兩張 金閃卡 看到兩張都是封面 我覺得這次很幸運 四款裡面 還有兩張封面 兩張都是 安妮亞的大頭 卡圖 另外 有一張 安妮亞卡圖 我當它特別 因為這些卡 也是我看到 整盒裡面 唯一一張 又是安妮亞的近照 然後 就到了 角色卡 角色卡方面 我就是安妮亞 若兒 和這個 黃昏 三個 以一個 形式去出 構圖 挺漂亮 挺有心思的 另外 就是其他角色 總共有七款 我中了 總共有七張 然後 場景卡 我中了六款 這些全部都是動畫裡面的場景 構圖 整個卡的構圖架構 是非常漂亮的 做得不錯的 然後 就到這些 我叫做 動畫封面卡 這個 動畫封面卡圖 又是 做得不錯 其實我覺得這些 都是照得 動畫封面 去製造 這個卡圖 其實就不是 特別大驚喜 但是 卡圖後面 就真的漂亮 這個後面 我覺得是做得很漂亮 很漂亮的 如果你說 印出來做一些包裝封面 我覺得 這個 有一個大買點 如果 做什麼 做這個 Spy Family 複袋 用這些圖 去製造 複袋 封面的構圖 又是一個 有心思的做法 這個可以參考 好 今次 Spy Family 這些 餅卡 跟大家開到這裡 認真 我覺得 今次 這些卡圖 做得很漂亮 尤其是 這兩張 四本 金邊 或是金字 的卡 是做得不錯的 很榮幸 我開一盒 兩張都是Ania 哎呀 真是 謝天謝地 因為另外兩張 我自己說得很一般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Ania 大頭的圖 因為Ania 不是 真是很可愛 真是可愛 也很可愛 放在Ania 的Figure 做一個 結合 完場 今次跟大家開 這個 我開了這麼多 不知道有觀眾朋友 買了一盒 自己開 如果開了的話 不妨在我這邊 看看 有什麼卡圖 中了 中的紀錄又如何 看到開 一盒裡面一定有兩張 金邊的版本 我開了這盒 就這樣 因為之前開過很多 不同版本 有試過一盒裡面 一張金邊 或一些特別卡都沒有 今次 我這盒就中了兩張 中了兩張 封面卡 中了兩張封面卡 OK的 好了 今次跟大家開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四樣東西 另外記得追蹤我的Facebook 以及我的官方IG 另外我的個人IG 也正式開通了 大家記得追蹤我的個人IG 可以看到我的生活點滴 好啦 我們下集再見 Ciao